肩膀疼是什么情况 以下两种大多数都是球我们会犯的最大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打球的时候很喜欢缩着发力的 还有第二种就是很喜欢轮大臂的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这些动作呢 这些动作的话主要是你们一直在走肩 长时间一直这样去发力一直这样去轮的话 他的极限就到这了 勉强的往前去发力去撕拉这个肌肉 的话就会造成这个肩膀疼痛 那正确的发力应该怎么样做呢 我们架好拍了以后转身引拍完了以后 正确的发力是靠我们的这个小臂 内旋往上往前再到手腕去传利 然后最后到手指这样去发力 关注我想了解更多羽毛球教学的话 评论区里告诉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